嗨 歡迎回來 或是歡迎光臨 我是金 這裡是金碗吃什麼 在我的頻道上面我分享了非常多 平常做的晚餐 這些料理都既好吃又好玩 自己在家裡都可以做到 所以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分享給大家 不過今天我不是要分享晚餐 應該看得出來我的場景不太一樣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的菜籃開箱 今天是我們一個月一次的大採購日 剛好因為現在進入冬季 所以也買了很多接下來這個季節會用到的東西 我們今天跑了三個地方 第一個是好市多 然後我們又去了佳樂福 也去了IKEA 除了買菜也買了很多年末商品 一一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邊其實堆滿了我們的購物袋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們剛剛把這些東西塞在車上的樣子 還有搬回家的樣子 這邊還有這邊 好我們現在開箱第一間就是好市多 特別準備了飲品 因為感覺起來會講到非常口渴 這個是美日C的柳橙汁加氣泡水 我們現在很喜歡這樣喝 很清爽 好 第一個是 本產花椰菜 白色的這種 我後來發現這個花椰菜產季很短欸 不常遇到它 然後難得遇到它的時候買到它都狀態沒有很好 然後上面又 有一次我記得我買回來 我真的洗不完抓不完 我快整顆真的丟掉 我真的沒辦法 因為整個就是 可能也離開冷藏很久了 除了有蟲 被蟲的吃了亂七八糟 然後也很多地方都爛爛的 所以那時候我那顆真的就放棄 那今天在好市多看到這個 而且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裡面有兩大顆 所以想說好 再給它試機會 再來是 高山高麗菜 這個好扁喔 而且好扎實喔 這麼扁 高山高麗菜真的會比一般的高麗菜更甜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好市多的整個冷鏈處理 好市多的高麗菜可以放比較久 因為像我們只有兩個人 這樣一顆其實可以吃很多很多菜 我之前吃了可能一兩個禮拜 它都還狀態很好 想說嗯 不錯推薦 羽衣甘藍 之前朋友推薦我一種 烤羽衣甘藍的方法 吃起來會非常像海苔 就像那種原本山海苔那種感覺 我試了一兩次 很喜歡 而且失敗率極低欸 今天唱到山上說 好我來背著 下次拍片可以跟大家分享 羽衣甘藍 再來是 Baby Spinach 嫩葉菠菜 就是那種小葉的 它可以生吃也可以加熱 它散散都可以吃欸 早上你可以跟蛋 還有譬如說鮪魚什麼 炒在一起 就是一個那種 有點義式烘蛋那種感覺的 早餐 午餐呢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沙拉 晚餐就是譬如說 義大利麵 這個都很棒 而且這個是台灣產的欸 我一直以為這都是進口的 進口的話它就是很容易 保存期限很短 像我在全年有一次看到 買回家隔天就全爛了 我想說 那個是澳洲進口的 想說是不是他們的冷鏈的部分 沒有控管太好 但這個如果是台灣產的話 應該就可以保存比較久 還有這個是 這個叫做 祖傳雞汁燉馬鈴薯 這是好市多的 冷 凍 應該是冷凍還是冷藏 應該是冷藏 看一下 喔冷藏 看超久這邊有寫冷藏 你看這邊 像在國外他們就上面會烤雞嘛 然後雞汁滴下來下面這邊就是馬鈴薯 那這些馬鈴薯就是這個 所以他說是祖傳雞汁燉馬鈴薯 這個已經有雞汁調味 裡面有兩包 我看一下喔 這樣子 這個已經調味好 看起來是有一些迷迭香 百里香之類的東西 還有雞汁 十分鐘進烤箱就可以吃了 然後還會脆脆的 這上面寫的 喔它這邊有 除了是雞汁還有迷迭香和海鹽 建議是用烤箱 但你也可以用微波爐 但是微波爐的話它就不會脆脆的 因為每次買馬鈴薯回來 都會來不及吃完 就有幾顆開始發芽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已經處理好的 只需要烤一下 我想說好 我們來試試看 光看起來就覺得蠻好吃的 有時候做一些排餐 像如果你有些排餐 不管是雞豬牛 配這個和剛剛的 叫什麼 Baby spinach 一餐已經完成 再來是 喔 無鹽的堅果 這個通常是我們早餐會吃 早餐就是吃堅果 水煮蛋 或是炒蛋 然後吐司 然後喝茶或果汁這樣 QQ 三盒裝的這個 板豆腐 它這樣三盒很便宜耶 好像才六七十塊而已 然後我冰箱一定會背著板豆腐 因為它不管是煎 或是煮或是燉都可以用到 但是小哥哥沒有很喜歡吃 所以每次都是我自己把它剋掉 接下來是 它有點解凍了 泰國蝦 冷凍的泰國蝦 我想要做胡椒蝦 因為之前都是在菜市場買活的 可是就蠻貴的 而且你要很早去 不然就會被厲害的阿嬤買光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冷凍的 泰國我現在想說我一定要試試看 那我現在趕快把它冰起來 因為它真的在漏水 請稍等 再來就是 酒 我們買了兩支 這個 其實現在比較常喝紅酒 所以家裡備的大部分是紅酒 結果後來在煮菜就發現 啊我需要白酒調味 需要白酒結果家裡都沒有 今天去的時候就特別再買了兩支來備著 這支是Chardonnay 我覺得它喝起來 不會太酸 也不會太澀 也不會太甜 就是很中間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用它調味 應該蠻不錯的 而且這支很便宜 好然後我還有買了這個 綿羊油蜂蜜潤膚沐浴乳 因為我們的沐浴乳要用完了 然後看到這個 我每次都挑最大罐的那一種 這次挑到這個 因為其他都洗過了啦 然後想說現在用用看這個 反正綿羊油聽起來還蠻滋潤的 現在又要進入冬季 其實現在是那個 好市多的黑五折扣期間 但是我其實沒有注意到 我買的這些也沒有特別的折扣欸 然後你也看到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Vido的那個酒杯 尤其是這種沒有餅的歐杯 我很喜歡 不過呢我之前買過兩次 兩次總共四個杯子都被小哥哥打破了 他這次就跟我講說 這個他沒有要洗 因為這個的杯口比較窄 我看一下喔 應該可以塞 他長這樣 然後他的杯口還蠻小的 然後肚子比較大 小哥哥就說他沒有辦法伸進去 所以他不洗這個杯子 不過好險這個可以用洗衣機洗 不是洗衣機啦 洗碗機啦 這可以用洗碗機洗 只是我查了很久 我一直不知道這個Akanto的這個 系列是什麼意思 因為其他系列會寫說 這個酒杯適合喝紅酒還是白酒 然後紅的什麼酒和白的什麼酒 然後每一個杯型都會有點不一樣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系列 只是這個系列我怎麼查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適合喝哪一種 我知道適合喝紅的啦 但是紅的還是有分很多種酒啊 跟他們有寫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可以分享給我一下這個小姿勢 再來是 這個 上次的vlog之後就有人推薦我 自動給照機的 然後我也買到了 很喜歡 謝謝你的推薦 所以我們這次就在 考試多買了這種大罐的可以倒進去補充 我們本來用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它是 四罐 玻璃 然後按壓 有四個口味 很香很好聞 什麼天橘子 然後 迷迭香 還有 椰子什麼的 但現在用完以後 我們又有給照機 想說好 那我們只要倒進去就好 不要製造垃圾 如果你沒有給照機你想要買春鴨的話 推薦那一款 我沒有辦法找到圖啊 如果找得到的話我放這 這裡 這個推薦 喜歡 因為最近在換季 所以小哥哥頭皮比較敏感一點 今天看到這個落肩 他就說他想試試看 這個是 潔淨建法配方 中油性 髮質適用 我就說sure 我都沒擦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乎 洗面乳 沐浴乳 跟洗髮乳 的牌子 公用 或者是 男女性 我超沒擦的 有些時候沒有洗面乳 我也會用 沐浴乳在洗臉 或者是洗髮乳在洗臉 喔還有一大包衛生紙 我們去主要是要買 像是衛生紙這種 大量的東西 如果只是要買一樣東西 通常出來整車都還是會滿的 以上就是 好市多開箱 中長休息一下 我們搬家以後就很想要買那個 聖誕樹 然後今天在好市多有看到 真的差點要買下去欸 不過就覺得他有點貴 他大概是 三尺嗎 三尺吧 然後就要快三千塊 當然我知道他的品質 一定會比一些那種 路邊書店買的比較好 但是 我有點買不下去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買 然後他還有很多很可愛的那種 發亮的 迷路的裝飾等等 就覺得哇 真的聖誕節要到了 再來就是家樂福 家樂福我們主要買的是生鮮食品 因為生鮮食品你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在好市多買就是會超大量 然後我們只有兩個人 根本就吃不完 所以我們就會 跑幾個店 第一個就是 一根白蘿蔔 一半我可能會拿來做 就是日式燉煮料理 然後一半拿來做排骨湯 其實像在買這種 生鮮的時候啊 我的習慣是會去看一下他的產地 因為通常進口會比較貴 我那時候看到日本某某白蘿蔔 五十幾塊嗎 然後我後來我想說 應該會有台灣的 我就再去找了一下 這個台灣的好像才不到三十塊 紅蔥頭 紅蔥頭也是秋冬料理 很多上邊的人會 灑來家味的 綜合菇類 對 像在好市多它就是每一種 就一大盒 就這麼大盒 那這種縫合的 這裡面有木耳 彭喜菇美人菇 杏鮑菇 杏鮑菇和金針菇 我其實很少吃金針菇 但是想說它竟然在這裡面 沒關係就是硬吃下去吧 反正應該剁碎一點還好 可以做很多譬如說 燉煮料理啊 烏龍麵啊 湯麵啊 火鍋 都可以 都可以用它 這邊我買了 鮑魚片 我在晃的時候 就有一個 阿伯就這樣走出來 帶著小蜜蜂開大叫做 接下來三分鐘 我眼前這兩櫃 九十九元 九十九元 然後就開始倒數計時 然後說 趕快來看一下 然後就找到了鮑魚 九十九元 海鮮專櫃促銷 這個就凍著 我覺得它也很方便耶 不管是你吃火鍋 或是平常想要煎的也OK 煮 放在湯裡面 也都可以 好 這個是 鹿野黃金土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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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腿 鹿野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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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野黃金土雞 鹿野黃金土雞骨腿切塊 這個我要做麻油雞 可以搭配剛剛的 紅蔥頭 然後還有 麵線 上次那個晚餐就是 肉醬義大利麵 在我的炒鍋後面有一鍋 我說我在研究的晚餐 那個我其實就是麻油雞 我要研究好麻油雞 以後來跟大家分享 我已經研究完了 所以今天晚上要來做 雞腿 麵線 冷藏台灣豬梅花肉片 這個我打算要做四神湯 對 也是研究好後再跟你們分享 龍鳳蛋餃 龍鳳蛋餃 我有跟小哥哥講說 我們接下來幾天可能會煮火鍋 叫他挑一些他喜歡的火鍋料 所以真的有蛋餃 牛肋條 標籤上面寫說冷藏美國牛條肉 從這邊看了我翻天想說到底是什麼啊 什麼是條肉 我 確定是牛肋嗎 然後我才看到 那個英文標籤 看清楚嗎 Ribs 好這個是要做燉煮料理 再來是 戰極烏龍麵 吃完了我一定會補 我後來發現長這個包裝啊 他很像的有兩種 一個是就是烏龍麵 然後他可能是六七十塊 然後還有一個是烏龍湯麵 長得真的很像 可能只有小字寫說他是烏龍湯麵 那個就要雙倍的價錢耶 來150什麼的 所以在買的時候要注意 然後買了兩包義大利麵 我基本上都會買 這兩種麵款 一個是細質麵 然後一個是 通心粉 就是一個是條類 一個是可以用湯匙吃的 你們也知道我很懶 有些時候真的很懶 一個人說用通心粉 我就還可以用湯匙吃這樣 那今天試試看這個新牌子 好然後這是 這是愛吃甜食的小哥哥買的 Sweet Miss 黑巧克力 熱可可粉 冬天的 Why not 兩個紅彪米酒 就是做麻油雞 因為我也會想要做純酒的 沒有加水的 所以就是買多灌一點 再來是這個 加了福一進去的時候 他旁邊就有一整排的那個酒 然後一些特別的促銷等等 然後我就看到 我就先看到了這個 主要是因為我看到上面有桃子 立即被這個桃子吸引 任何桃子的東西 我都會立即的買它 然後我看到這個桃子 就先不管 然後就先拿起來 我才看到它寫說 它是那個西班牙水果酒的 白酒 這邊 哇好酷喔 好那我就來買這個 我想說既然有白的 應該有紅的吧 然後翻了一下就找到了 雖然現在冬天了 然後呢 我們在要轉上樓去付錢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就看到了 聖誕樹 這一顆是 舉起來 這樣 它是一個六尺的聖誕樹 這個不到七百塊 然後這個包裝材太可愛了 受不了就買下來 這算是我們的第一個 聖誕樹啦 因為現在家裡才有空間 所以我們兩個都想要 有一個聖誕樹這樣 那終於找到了 我們覺得價位OK 然後看起來也不錯 尺寸也適合我們的樹 所以我們就買了 然後在旁邊看了一下 它的裝飾品 就是 很 因為大賣場嘛 所以它都沒有非常精緻 可是我們就買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 這個 這好像也才七十塊而已 它看起來蠻OK的 不容易被發現質感 沒有非常的精緻 所以它說好 我們就挑個簡單的 然後另外買了這個 因為我們家是黃光 比較多暖色系 所以我們想要 我們的樹是偏冷色系 這樣它那邊就會對比比較漂亮 其他的我們就想說 再陸續看 或者是上網買這樣 我們還想要找那個聖誕樹上面的那個頂心 我們想要影色的 找老伴聽後 小哥說他自己做 我們就來看看 他到底會不會自己做 還是我們就花錢買了這樣 好以上就是 佳樂福 佳樂福 對 再來我們就去了隔壁的IKEA 買了一個這個 一個就是 算是 小籃子啦 我們要放在這個茶几下面 然後這裡面就可以放 我們看電視怎麼會蓋那種毛毯 不然現在毛毯就是 蓋完就要拿進房間之後 拿進房間收 因為我不想要鋪在沙發上面 我覺得這樣很擠很亂 那現在就可以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放在茶几下面 這顏色也蠻可愛的 然後結帳的時候就會經過那個聖誕節區 我們就買了 一個可愛的襪子 印個頸 還有另外一盒料系 我們也是買這種冷色系的 另外當然有什麼紅金啊 紅綠啊等等我們就買這個 比較配幹嘛的 這樣就是又有大小 然後顏色也有不同的層次 另外買了聖誕樹燈 我們喜歡的燈都缺貨了 欸大家真的動作很快 我還以為我已經很快 在準備這件事情 結果現在已經缺貨 只能說13比13高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買了一個這個 小小的燈飾 但這個燈是才12顆燈 然後大概2公尺 我本來目標是買到5公尺的 但只剩下這個 然後另外我還買了很可愛的這個 這也是燈 但是呢它是小熊圖案 小熊圖案的燈 很可愛欸 好以上就是IKEA 然後我們從IKEA離開 要走去前車的時候 又經過了伊德里 好買這個 一個掛外套的那種衣帽架 門口有一個小空間 就會放這個 衣帽架上去 而且他說不需組裝 不需組裝 不需工具 組裝簡單 好 那一區我們還想要放一個鏡子 但是大的鏡子都好貴喔 然後很多都是從大乳劑來 我就很怕它壞掉 然後到時候又要重劑很麻煩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全身鏡 如果有推薦漂亮好看的全身鏡的話 也請讓我知道 好啦今天的採購開箱 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前面分享的那些生鮮食材啊 其實也有很多就是我必備的 不管是豆腐啊 高麗菜啊 鯛魚等等 那我全部籌備好 我再一次來分享 必備十樣食材 其實我們日常都是在全聯買這些 生鮮或者是家用品 一個月大概會有一次 我們就會跑到好士多的家樂部這樣 買一些比較大量的東西 比如說衛生紙啊 還有好士多那個蛋有沒有 30顆 我們也是會買那個的 因為小時候都吃蛋也吃吃的 很兇 那以上就是 11月的大型採購開箱 如果你有推薦我可以試試看商品 也都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要去做晚餐了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真的是一片混亂了 剛剛忘記分享這個了 這是我前兩天 跟金媽去逛迪化街的時候 買到的一些 這邊這四樣 有人猜得出來我要做什麼嗎 有八角 肉桂棒 丁香 以及 那叫什麼 白豆蔻 有人猜得出來嗎 答對了 我要做熱紅球 反正剛剛有提到說 現在家裡紅球備的比較多嘛 那冬天也來了 所以準備來煮熱紅酒 這邊是 看到他們已經有配好的 譬如說四神湯和羊肉爐 所以決定買回來試試看 我覺得蠻不錯的耶 他們現在都會直接配好這樣給你 其實他也有配好熱紅酒的 但是熱紅酒有我自己想要做的食譜 所以我就自己買我的料 沒有用他們的料理包這樣 找時間大家也去迪化街看看吧 好高喔 拍我 拍我 我們在家裡我買了這個球 要自己防繩子 所以 我們現在要防有幾個 有十次二個吧 慢慢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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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頂心 我自己做的頂心 它是我去特立屋買那個鋁線 鋁線 然後加綠色這個是鐵線 然後自己纏的 如何 因為他嫌棄在外面買的頂心 他覺得他可以自己做 對阿我覺得在外面頂心有點爽 所以他可以自己做 看到嗎 算了算了就長這樣再拍照 好 插到我的手流血 呃呆喔 找正嗎 這好啊 好 你看剛好大小啊 你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舉例子的手 ok 好 好